菲律宾是由7641座的岛屿组成 整个国家被形容是镶嵌在海中的珍珠 即便是去年最受欢迎的长滩岛 因为整顿环境而封倒了半年 在2018年造访菲律宾的国际观光客 仍然创下了712万人次的新纪录 其中很多人是因为他而来的 就是鼎鼎大名的美人鱼 如梗 童话故事里面 这美人鱼总是长发飘飘的 有着曲线的身材 但是真是世界的美人鱼 可是圆滚滚的 模样很讨喜 看了就很喜欢 它是海洋当中唯一的草食性哺乳类动物 因为性情很温和 常常遭到人类的猎杀 或受困在渔网当中 再加上栖息地减少 目前全球的数量不到1万只 被列为亦为物种 我们的独家镜头 就带你潜入海中 来看看美鱼人鱼的 庐山正面目 圆滚滚的身子一会翻滚打转 一会贴近地面啃食海草 一旁还有鱼群环绕 胖嘟嘟的模样看了可爱 在童话故事里 它被形塑成拥有飘逸长发 曼妙身材的美人鱼 现实世界里的美人鱼 其实就是眼前的鱼羹 可能会让许多人幻想破灭 但呆呆的模样 还是保有超高人气 让所有游客都想一睹它的 庐山正面目 我们拍到的鱼羹 在菲律宾布桑加岛的周边海域 鱼羹身性温和 是海洋里唯一的 草食性哺乳类动物 主要分布在西太平洋 和印度洋海岸 因为人类的过度捕猎 全球如更数量 已经剩下五到一万只 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列为异围物种 原因为何游客会延伸 是因为人们在游客游客 这是很简单的捕捉 因为独更像鱼 所以独更为了海洋 所以独更为了海洋 英语我们叫它海洋 因为它在海洋 现在想要看到如更的踪跡 一般不太容易 但是在菲律宾的这一只 却一点都不害怕人类 当地人帮它取名阿奔 这个游客很独特 比我们以前的游客更有友善 他现在已经在三个年级 在同一地方 然后人们看到 有一个游客 可以看到100%的游客 现在我们有游客店 甚至从Buzwanga的旁边 它们都很浪漫 所以这就是 公园公园公园 开始有限制 游客在下水前 如更警察会先上船 对潜水客做出行情教育 想看如更的人得先交1000元 非币的环境税 既提高当地人的收入 也维持海洋资源的永续经营 说大如他却害怕突如其来的声响 因此规定禁止跳水 以免如更受到惊吓 如更警察也会先确认如更的位置 再让游客从远方慢慢游进 我们可以看到那边有颅羹警察 正在寻找颅羹的下落 而这一块就是颅羹的保育区 我们待会来看看他们怎么来 对颅羹度保育的 颅羹全身皮肤布满毛系统 对周围环境的波动特别敏感 游客如果太靠近阿笨 颅羹警察会立刻浅下水驱感 确保阿笨独手感染 如更用肺呼吸 每五到六分钟 就得游上水面爱气 但这上下之间 也让我们更陷入预计 不知可能被人类的渔网绳所缠住 如更也常遭快艇的螺旋 宣讲划伤皮肤 调整颅羹身上一道道八横 让人疑心不忍 颅羹拼临灭绝 想要富裕可不容易 女性的颅羹都必须 在七到九岁上 女性的颅羹都必须 廣大的水域中維持自然運作 讓包括人類在內的所有物種 共享自由